三人到了茶馆 一壶清茶 几碟小吃 俨然有一种民国时候的样子 潭海也不废话 我们也不是什么二岛贩子 我母亲喜欢收藏这些老玩意儿 你这个东西拿出来我看看 好的话我们就直接留下了 虽然这潭海和林凡穿着一般 可是这两人的谈吐和气度 绝不是张总之前猜测的那般 张总向四周望了一眼 看到没人看这边 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手中的盒子 只拿出了一只镯子 然后递过去 林凡和潭海脸上明显有一抹失落 不过张总却没有丝毫看出来 拿起这只镯子 林凡看了好半赏 这才把镯子送还回去 这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不过他虽然有钱 但也不至于不把钱当钱看 怎么样 二位可喜欢呢 张总赶紧问道 林凡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又摇了摇头 这种拿捏不定的样子 让张总有些懵 这个难道我这东西有什么不对吗 林凡摇了摇头 不是的 这东西绝对是真的 这件玉镯内进同心度有着明显的工艺误差呀 这种旋转摩制孔所造成的误差 现在有这种手艺的人做旧可不多了 林凡这也是在演化张总 做旧其实就是一句行内话 林凡听他师父说过 一些古物闻完 有了破损之后 补完之后能让人看不出年份 以假乱真 这就叫做做旧 说白了 糊弄过去 那就是大价钱 张总微微地眯起眼睛 看来这两人是行家呀 只是呢 你这玉面受了一些侵蚀 这绝对是保存不当造成的 不过能够从唐朝保存到现在成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容易了 林凡虽然这么说 可是并没有丝毫想要再拿起的欲望 这位小兄弟 你就直接开个价吧 我现在是急用钱 这种行当力的话 你也别再说了 张总有些急了 越这么说 一会儿杀价的时候绝对不会低呀 哎呀 补完这东西啊 尤其是玉镯呀 此晚拿茶杯一类的 要是单值的呢 那绝对不值什么钱 要是成双的话 这价格就高了呀 林凡把玩着手中的玉镯 谁知道张总又从盒子里取出另外一支玉镯 这一对叫做龙凤镯 一个清脆 另一个则是泛着丝丝红艳 林凡心中一喜 这东西可就不是刚才那个价格了呀 小兄弟啊 你就直接给个价钱吧 我现在是真的急着用钱呢 从上桌到现在 张总说了几次着急 这在行当里可是犯了大忌讳 二百万 虽然看出这东西的不烦 可是林凡却不打算坑面前的这个人 二百万的价格不高 但是也不低了 我不是二手捣把的 所以给的是诚信的价格 你也考虑一下 这一下 张总脸上的肌肉明显抖了抖 林凡心说不好啊 这小子居然是一个不知道见好就收得住啊 一口价五百万 虽然你说了这么多缺点 但是我又不傻 这东西没五百万 我绝对不会出手的 张总结结巴巴的说 林凡微皱起了眉头 这个价格高得就有点离谱了 二百万一个子也不多了 要是卖你就给我个准信 要是不卖我也不强巧 就在双方谈价格的时候 茶馆里进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领头的直接在林凡面前坐下了 我倒是要看看谁那么大的胆子 连我文艳的糊都敢结呀 一个穿着糖装的中年人 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坐在对面 看这个架势两人也是要分个伯仲啊 怎么了 你们这开门做生意不让人进 我从外面找到的买主 你也要管吗 林凡也学着这人 开始咬文嚼子 这一出 逗得谭海差点笑出声来